今末传奇女海盗郑一嫂 曾打退大英帝国海军 令洋人闻风丧胆 为何在国内却默默无闻 在电影《加勒比海盗》中 曾有过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海盗清夫人 坐在一群标形大汉之间 依然气场十足 虽然出场戏份不多 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这个中国女海盗头子 却有欺人 打退过大英帝国的海军舰队 令洋人闻风丧胆 传奇的经地比电影还精彩 但让人疑惑的是 这样一位为国人争气的奇女子 在国内却默默无闻 知之甚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清朝末年 一位来自英国的富商所写的回忆录 让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海盗 闻名欧洲诸国 这位英国富商 向往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帝国 原本是沉船来中国做生意的 没想到生意没做成 连陆地都没登上 他就被一伙中国海盗绑架 有了一个最恐怖的经历 他当时乘坐的商船配备了火炮和枪支 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一般的海盗都不敢跟他们硬碰硬 令英国富商没想到的是 将他们包围的那群海盗船 配备着为数不少的火炮 他甚至怀疑他们遇上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海军 英国富商被带上了一条又一条的海盗船 被许多海盗神问过 见识了这群海盗们的各种行迹后 终于见到了这群海盗的头目 让他震惊的是 这个头目生得眉清目秀 身材窈窕 竟然是个美丽的中国女子 后来在回忆录中 英国富商将这位美丽女子 英译为亲夫人 她的威名顿时传遍了欧洲 事实上亲夫人原名姓石 小名叫香姑 因为第一任丈夫名叫郑一 因而她也被称为郑一嫂 英国富商听到海盗们称她为亲夫人 其实那是广东某地口音中的郑夫人 因为祖上犯了事 郑一嫂一家是不被允许上岸的 她自济世起 就一直随着父母在海上四处漂泊 几乎是在海浪的飘摇 动脑中长大的 由于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为了生计 郑一嫂被迫当了传记 她生得清秀貌美 即使整日在海上暴晒 仍然无法遮掩她的天生丽质 再加上她机灵充慧 能言善变 被一名叫郑一的海盗头子相中 成为了她的妻子 她的这个丈夫来头也不小 据说郑一祖上 曾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的部下 后来经历变故 成为了海盗 分为不同的流派 郑一所在的这一支流派 就叫做红旗帮 因她能力出众 又排行老大 郑一渐渐拿到了话语权 成为了红旗帮的头目 郑一身形魁梧 为人爽了 有着令人折服的气度 徘徊着一个建立海盗帝国的远大报复 郑一嫂在嫁给她后 将丈夫的报复 视为自己的目标 经常陪她出入一些重要的场合 为她出谋划策 在郑一不方便出面 或者被竞争对手出演挤兑时 郑一嫂总会主动站出来 嬉笑怒骂见 凭着出众的口才 画争执与无形 赢得了手下人的赞赏 也让郑一对她刮目相看 开始倚重她的能力 一个属于郑一的海盗王国 渐渐建立起来 原本不出意外 郑一嫂将来会成为 一代传奇海盗的背后女人 但是因为意外的出现 她没有成为背后的女人 反而代替丈夫 成为了一代霸主 1807年 在郑一与妻子的努力打拼下 不同帮派的海盗们 结成了联盟 一个由郑一领导的海盗王国 即将成行 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 年仅42岁的郑一 却因为一场强台风 不幸坠海身亡 丈夫突然离世 郑一嫂也曾有过片刻的 迷茫 好在她是个要强的女人 不等手下的海盗们 乱作异团 她便站了出来 以雷厉风行的手段 获取了红旗帮海盗的领导权 也继承下了这个海盗帝国 她一坐稳这个位置 立刻将一部分权力 转到了丈夫的义子 张宝仔手中 还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规定 禁止她手下的海盗上岸后 掠夺乡民的财物 禁止私自藏匿战利品 禁止骚扰妇女 若有违反 一旦发现亲则割二 重则斩首尘海 有了这样严格的约束 郑一嫂手下的海盗们 一扫颓势 成为了一股 公则勇猛 防则顽强的 强大的海上势力 那位倒霉的英国富商 也是在这个时候 来到中国做生意 被郑一嫂手下的海盗 复获的 这个英国富商 人还算机灵 在见识到了 这伙海盗的强大之后 主动告诉郑一嫂 她可以帮忙 搞一些比较珍贵的货物 这顿时引起了 郑一嫂的兴趣 她也因此保住了性命 不过她没想到 郑一嫂第一个叫她 想办法帮忙搞到的东西 就让她出了一身冷汗 郑一嫂不要钱 也不要船 她想要的是 英国海军 最新研制出来的 24磅炮弹 和配套的火炮 要知道 这种火炮威力巨大 就算是当时的 大英帝国海军 也只有少数的船只 装备了这样的武器 作为经常在 广州一带海域上 称霸的海盗 郑一嫂的势力 免不了与英国来的 船只打交道 此时 她的势力 已经很了不起了 手下人达到了4万 船只舰队 超过了600艘 甚至还有一个 大型造船厂 这样的势力 令清政府忌惮不已 就连浦奥舰队 也要躲着他们走 当时英国的舰队 经常在这一带横行 就算只是一支小谷部队 海盗们 也不敢轻易招惹 但是郑一嫂的手下 可不会惧怕他们 郑一嫂还经常 带着手下人 围攻英国舰队 甚至亲自拿刀上阵 斩杀英国士兵 令这群英国人 闻风丧胆 郑一嫂是个聪明人 她不仅有胆有谋 还有卓越的眼界 几次交手后 就发现了 英国舰团的优越之处 她主动学习西方军火的制作方法 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船只上 再用来打洋人 当她发现 英国舰队似乎换了新式武器 顿时产生了兴趣 这才会让那位英国商人想办法 后来她说 一定满足郑一嫂的要求 这才能安然回国 还能写下回一路 寄述经历 那么这样厉害的传奇海盗 能令洋人弹枝色变 却为何在国内默默无名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郑一嫂后来的经历了 因为身为海盗头目的郑一嫂 管理右方 她的势力越来越大 在她手中吃亏的西方舰队也越来越多 她的红旗帮海盗 除了跟西方的舰队硬碰硬 平时最主要的活动 就是打劫来往的外国商船 比如那些印度商人的船只 让为数众多的外国商人叫骨不迭 有这样一股强悍的势力盘踞在南方海域 秦政府自然是睡觉都不安稳 但是他们的海军北洋水师 根本不是郑一嫂的对手 多次前去剿匪 最后反而是被他们教训的一通之后 无功而返 迫不得已 秦政府最后只能选择 与同样不是对手的葡萄牙人联合 结成了一支中仆舰队 前去围剿郑一嫂的红旗帮 郑一嫂听闻消息一点都不慌张 他与已经成为他丈夫的张宝仔分头行动 各自带领上百船只 每条船上都配着先进的火炮 还有为数众多的海盗 这支中仆舰队依旧不是他们的对手 总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只能选择眼睁睁地看着海盗们扬长而去 既然打又打不过 秦政府只能像水浒传中那样选择昭安了 但是势力几乎达到了顶峰的郑一嫂 哪里会理睬昭安 秦政府就开始逐个击破 一个一个地劝降昭安他的手下 他们先是将海盗联盟中重要的一股势力 黑旗帮招案 大大削弱了郑一嫂的势力 随后不少小势力海盗见风使舵 跟着投靠了秦政府 郑一嫂此时心中也产生了动摇 她虽是个女子 却同样将拯救苍生视为己任 不忍心看到在无能秦政府的统治下 饱受西方人欺辱的百姓 想要与亲政府一同共同对抗外地 她心中产生了答应昭安的打算 已经瓦解了一部分海盗势力的亲政府 却不打算昭安了 面对郑一嫂的主动嗜好 他们竟然命令 她和海盗们在昭安时下跪扣拜 只能等亲政府感到满意了 他们才能获得赏赐 这样的侮辱 海盗们当然不乐意 在这样的僵持局面中 郑一嫂成为了破局的人 她独自带上17名妇女儿童 就这样找到了亲政府 在广州的总督 表达了自己愿意臣服的打算 亲政府欣然接受 但是郑一嫂也是有条件的 她要求保留一队舰队 以后她就会带着手下人 从事食言生意 绝不再做海盗 亲政府考虑一番后 答应了郑一嫂的条件 在将他们移活海盗昭安那天 朝廷还代表皇帝 给郑一嫂与张保仔赐婚 张保仔被封为四品官员 郑一嫂就成为了告密夫人 海盗们也都被编为义军 果然没有再从事海盗事业 恰好相反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时 郑一嫂听闻消息后 挺身而出 主动为林泽徐出谋划策 协助她抗击殷军 只不过当时的亲政府 既然这样无法无天的海上势力 在郑一嫂同意昭安前 他们一伙人 很少被记录在官方记录里 就算是郑一嫂这样 世间难得的金国英雄 也不行 好在郑一嫂就算身为海盗 也经常惩恶扬善 很多乡民百姓 发自内心地尊敬她 口口相传她的故事 而那位英国商人回国后 写下了自己被海盗俘虏的经历 也将这位来自中国海上的 骑女子事迹 传遍了世界 如果清朝末年 能多几个郑一嫂 可能后来的历史 就会少些屈辱了 您又是如何看待 这位骑女子的 又是否知道其他像她一般传奇 却默默无名的金国英雄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您对她的看法 谢谢大家